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感谢主 我们今年到了五月 我们就看到了阳光明媚的天 是稳定下来了 好像是 对这两个礼拜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 神要给我们预备一个特别美好的煮热 因为这个煮热 大家也知道 是我们 信仰堂的会员大会的主日 所以五月份 这个月 也是在教会的历史上面 是迎候圣灵浇灌下来 当年新约教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面 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纪念 神在我们中间所行的 何等浩大的功 所以我们今天 在这里要做的是一件很大的事 神的心意 他的重重 自重 其实就是建造他的教会 建造他的教会 对外是传扬福音 拯救灵魂 激怒 罪恶 对抗世界的黑暗 所以 所以教会是被征召来成为基督的精兵 是在世界上面 是在世界上面是来征战的 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是被神所招来是荣耀的 是基督的忠勇的将士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 在上帝面前的领受呢 这是我希望在这儿 跟大家来特别传讲的 对外 他是做的是传扬福音 拯救灵魂 记录 对抗世界的黑暗 对内是造就信徒 壮大教会 做美好的见证 为世界带来更新和祝福 前面所说要在世界中征战 揭露黑暗 抵挡罪恶 后面说是要为造就信徒 壮大教会 在世界上做美好的见证 为世界带来更新和祝福 这两者都是神所赐给教会的任务 那么我们在教会里 我们所做所行的 的确是跟世人完全不同 就像我们的经据 菲利比书所说的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止灾 诚实无为 在这弯缺被拗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在这里面 保罗对菲利比教会的 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劝勉 他实在是以教会作为 是由世界作为教会的对立面 让我们一定要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在这弯缺被拗的世代当中 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在弯缺被拗的世代里面 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团体的运作 团体的运作不是出现 那种所谓的砖子剃碗 把人挤成一块 使个体完全失去个体的性质 千人一面 是那种方法 或者是意论纷纷 意见分歧 各自纷纷自我表述 要么就是很乱 没有头绪 要么就是铁板一块 完全是专制 压制 这两者就是我们在基督以外的 在世界 它必须要面临的 对付的两种状况 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被招成为一个群体 成为一个特别的拓类 这个拓类的名字叫教会 这一教会里是从万国中 普世中把我们招出来的 是不分我们中间的男女差别 种族差别 富士差别 民族差别 或者是教育文化差别 道德性的高低差别 在基督里都成为新人了 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 所以在教会里面是抢求的 在基督的带领下面的 高度的一致性 是基督保罗说的 他跟哥林多教会说 愿你们都有同样的心思 同样的意念 都说同样的话 这里的同样的心思 同样的意念都是以尊主为大 彼此谦让 而不是在这里要突出的表现 自己一个特别的 与众不同的一种看见 在教会的整体里面 教会的荣耀就显在这 它不是靠人的意志 不是靠什么样的行政的措施 或者是用一些 什么样的各种各的狭迫的手段 让我们却能够照着 上帝的话语的带领 在圣灵的光照下 欢天喜地的 欢心鼓舞的 一起来 一起的是来 极力地保守 圣灵所持 合而为一的心 这就是教会 蒙神祝福的一个 最大的 一个保证 教会建造中的 最难致处 就是怎样 使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地 来传扬神的福音 来建造神旨意中的教会 是需要得到上帝的 特别的连续的 这是要整体教会里面的 合一的相爱当中 在真理的根基的 明确的教导和带领当中 才能够使教会的带领团队 能够完全在真道上合一 因此能带领整个教会 能够将教会 能够使它壮大 使我们在教会中的 每一个肢体 能够得到造就 为神得荣耀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是需要神 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联名 和特别的智慧 不但在真道上 要讲得非常明确 在教会形式的 各个程序上面 也要完全地得到 特别的尊重和保证 凡事都按次序行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虽然我们说 我们要开会员大会 虽然说会员大会开的时候 好像一些议程 也跟世界上的一些团体 所进行的差不多 会要选出我们当中的择市 这次今年还要我们呢 确定我们所被安利的长老 所有的这些事 至今只是过去往年 都会有对于 张神的条例会做些修改 所有这些事都是 在会员大会里面 来完成的 因为会员大会 作为我们教会的一个 最高的授权机构 架构 这些最终的 尘埃入定的 完全上 人事上的任免权 财政上的决定权 以及章程上面的修改权 这都是交给会员大会来执行 但是会员大会来执行的时候 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是拿着选票 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填写 乃是在放在祷告当中 带着敬畏的心 求神的旨意 在这个教会中彰显出来 所以这是一件很大的圣功 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来做的时候 我们是主要的是 怎样是靠主德来成就的 今天我们的题目说 当如何做神的功 当如何做神的功 建造教会就是一张神的功 但是如何来做呢 那我们今天 在我们今天的特别的信息分享当中 我们会特别的来谈到 请弟兄姊妹们 大家注意 凡有耳听的就当听 我们说 刚才讲到的特点 我们来到教会 作为一个主的 共同组成基督的身体 是不求自己的意思 乃是求神的意思 每个肢体各就各位 在基督 在身体的元首 基督的带领下面行 基督要我们所行的事 可是当年耶稣基督 他自己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来到自己所 自己的地方 这个自己的地方 有特别的意思 不光是他来到世上 整个天地 凡被造的 都是借着他所造的 但是他特别在福音 约翰福音开章 开首的时候 特别想他来到自己的地方 这个地方强调的 就是以色列 这块上帝为他们预备的 应许置地 迦南美地 而那里的人是上帝 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 特别赐福给他的 子孙后代的 是来到了自己的地方 也是说来到了 自己的百姓当中 但是约翰福音 却马上说 自己的人道不接待他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到了那个地方 没有照着当地人的心意去行 没有照着这些百姓的盼望去做 如果当出现众人 一起来拥戴耶稣的时候 福音书怎么看到 当出现人山人海 前护后拥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是件好事 确实这个时候 往往是什么呢 是这个百姓和众人 误解耶稣的时候 所以耶稣往往在这个时候呢 马上就要给这些众人 拉开一段距离 来表明 你们会错意了 因为耶稣如果真的要取得 从人来的荣耀 太容易了 他来到这个 他的地方 只要照着人们的意思 因为人们心里所想的是什么 上帝都很清楚 只要照着人的意思 略施 我们叫略施小记 稍微略施一点 所谓的这种恩典 恩惠 啥一点下来 让大家一起来拥戴 他是易如反掌 太容易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儿的时候 当耶稣却非常注意 耶稣来不错 他要行出神迹来 因为要借助神迹 表明他是谁 这次约翰福音 他特别要记述 耶稣的神迹的时候 挑选了七个神迹 他不是凡耶稣行的神迹 都来说 因为约翰福音 这个使徒约翰的 作者目的是 要借助着神迹的显现 要让世人认识 耶稣他是谁 我们可以从 因着认识他的名 来得生命 这是约翰福音的重点 那么耶稣当他 醒神节的时候 他也是出于很多时候 也是因着起了 恩怜悯的心 同情的心 所以他看到 他来到这个 他的家里的地方 看到很多人 他们是什么呢 缺腿的 瞎眼的 大麻疯的 生病的 耶稣就怎么样 动了慈怜的心 就医治他们 当医治他们的时候 当然上帝要借助这医治 而耶稣显出 他到底是谁 可是众人呢 就听说他能治病 那么就四面八方赶过来了 所以我们讲到 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 一个最重大的一个情节 就是五饼二鱼 耶稣用孩子手上 所拿的五饼二鱼 喂饱了五千人 是五千个男人 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孩子 在这么行的 这么一个大神节当中 那么以色列人轰动了 以色列人以为 找到了他们 所要盼望的弥赛亚 以色列人认为 他能够解决他们 当时农业社会当中 常常不能解决的温饱问题 而耶稣在这里 给他们解决了 他们难忘 他们曾经吃了一顿 如此丰盛的 这个家里的特产的鱼 和那大麦的饼 所以他们来 来要找耶稣 就是我们上一回 特别提到的 当耶稣离开了那个地方 当他的门徒离开了那个地方 耶稣没有走 他们就守在那里 到第二天一看 耶稣怎么不在那里了呢 当天晚上 并没有和门徒一起走 但是他们就看到 湖边来的几个 迪比利亚来的船 他们马上就买了船票 或者请船付了钱 请船老大把他们都运到哪里 运到门徒所去的地方 就是加摆农 到了加摆农 一看到耶稣 喜不自身 拉比你什么时候来到这里 其实我说 他们问错了问题 不是什么时候 应该问的问题 你是如何来到这儿的 这个才是 耶稣其实是让他们 应该从这里面得到启示的 因为他来到那里 是靠着耶稣 从海面上走过去的方法 这是第五个神节 可是这些犹太人 他就没有心思来追究 你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们只是说 你几时来的 作为一个家常的寒暄 目的就是 希望来到耶稣那里 来直奔主题 这个主题呢 不用他们自己来说 耶稣就说出来了 耶稣说你们来到这里 不是因为见到了神节 乃是为了什么 吃饼得饱 一针见血 把他们要来找耶稣的目的 使他们完全敞录出来 是什么意思呢 很清楚 都是为了让自己呢 能够得到世上的 看得见的 物责性的 摸得着的好处 为了这个好处来的 耶稣既知道 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 不是因着那神节 不是因着那神节 因为上帝在 约翰福音的神节 是让他们 借助神节来认识 耶稣是谁 至于耶稣是谁 他们并不关心 他们关心的是 耶稣在神节里面 做出来的 具体的那些事情 这些事情 能够帮助他们 使他们能得到好处 而不是因着 这个神节要表现的意义 来认识耶稣是谁 当他们 耶稣点名 他们是吃饼得包而来的话 我们请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注意了 首先这批人 他们不是不信神的人 他们也不是木道友 他们是因耶和华神的 但是他们是做以色列人 他们也是熟读 他们也是从旧约中 一路过来的 也知道上帝 曾经是怎样带领他们 可是他们永远不明白 为什么在旷野当中 摩西带了他们 要走四十年 而要倒闭这么一大群人 他们都不明白这些 怎样最后 这个大卫的王国 最后怎么会衰落下去了 怎么后来又被外邦人 最后他们被裸的巴比人 最后上帝又开了恩典 让他们重新回来 七十年以后 让他们重建城墙 重建圣殿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们不会想 这里面根本的问题 上帝要借着他们 要看到他们原来跟上帝的关系是错的 他们要找的 上帝是不给他们 上帝要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他们所受的解答当中 在苦难当中要醒悟过来 可是他们就是不醒悟 他们现在目前盼望的 最大的就是说 希望听到先知的话 听到兴起像摩西那样的先知 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带着他们把罗马统治者赶出去 使他们重新又可以成为 他们这块江南土地上面的主人 但是他们成为江南土地上的主人 他们得到什么祝福了吗 他们变得心高气傲 他们不要耶和华 却要耶和华给他们的土地 这是耶和华在他的愤怒 要临到这些以色列身上 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他们居然还要求他们 原来立主所犯的罪 被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 所进行的一切 他们还要求这 也就是要求今生的好处 今生今世的享用物质性的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累 那为避坏的食物的劳累 这是罪人的写照 是罪人显在罪中的一种状态 当年亚当和夏娃 最初被照的时候 在伊甸园里面 他们根本不需要 为他们所吃的做任何的劳烈 不但不要劳烈 也不要劳心 因为他们所有的树上的果子 要吃就吃 大家都知道 你绝对可信是绝对有机 绝对是没有污染 没有农药 没有任何的化肥的 没有任何的化学组 而且那个果子肯定都是很鲜美 你是最方便的 意思就是说 你的吃用问题 从来不是你担心的 但是亚当和夏娃 一旦犯了罪以后 上帝的审判 临到他们的时候 就这样的宣判 亚当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你必汗流满面 才能糊口 直到你归了尘土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从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这是一种宣判 当人犯了罪 耶和华给他的灵 本来是个有灵的活人 这个灵死了 跟上帝的生命的交通断绝以后 人就变得一千不折了 人就变成了一破土 变成了一把灰 因为人本来上帝造的那种泥土造出来的 人所有的这种动物 也都是从泥土造出来的 所以任何活卧在世上 就是仅仅从泥土造出来的 当然一方面显出上帝 巧度天宫的奇妙 因为泥土在人们看来 是最不值钱的 这种随便的这种尘土 但是尘土当中 却能产生那么奇妙的 包括我们人的身体 但是最最贵重的不是这 最最贵重的是 上帝从那闭空里 给他那口气 使亚当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这个有灵的活人 你要万般地珍惜 可是你亚当 上帝已经告诉了 你活着 其实根本不是在乎你吃什么 乃是在乎你听不听上帝的话 当上帝说 你这个分别三个数的果子 你不可吃 你吃的日子就必死 就是说明 死你能够活着的是上帝的命令 如果你一旦不守上帝的话了 你不靠着上帝这段这个话 你违背了 你就必死 所以我们的生命 其实是跟神的道士些些相关的 当人犯了罪 已经不要他了以后呢 最后这颗灵就死了 灵死了以后 你就根本就是什么 根本没有任何的什么价值了 不过是土 所以你就是吃你老虎 从土里出来的 从土里出来 然后再归回土 整天就跟土打仗 就在土里面 就周旋你的一生 所以哪颗朽坏的手 都是从土里出来的 它代表是熟地的 而我们的生命里没有那个灵 我们也是熟地的 一个要朽坏的人 吃那朽坏的手 那是怎么样呢 只能去死 这是人的最悲惨的情况 可是诗人根本不理解这一点 世人最大的安慰 就是要求持世界上的物质的财富 均不见 我们现在讲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特别是国内说是已经 怎么样 很色落了 有些人竟然怀念起说 文化大革命 那个时候人还有理想 说那个时候人还有理想 是什么样的理想呢 那理想最高的 也就是什么 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 而共产主义的理想 最大的就是共产 最后理想的终结 是物质的极大丰富 就是那可朽坏的时候 把它堆得最多最多的时候 你就为这朽坏的时候劳累吧 所以你以为 共产主义的理想有多远大 现在只是那些共产党人 贪污腐败 没有好好的把它做好 其实这个理想 本来就是熟地的 是出于撒旦 要建立地上的家园 要对抗天上的国度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可是人们还应究 应究止刻 还是要用这种所谓的理想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要用理想鼓舞 那就把我们引到了 拜那些偶像当中 搬出了人民 国家 党 政府 这种偶像 让人们去成为人们的 忠于对象 而所谓的 最高成就 也不过就是为了 物质的绝大丰富而努力 因为共产主义的实性条件 是物质的绝大丰富 因为这些假先知认为 世上的所有的邪恶 都是因为物质不够丰富而造成的 而不是人心自己坏了造成的 如果物质丰富了 就是人就坏不到哪里去了 因为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是一种 非常的可怕的 也是幼稚的 也是荒唐的想法 既然是我们好几代人 为此去相信 还为此去奋斗 这不是可悲的事吗 所以只要是为 朽坏的蛇物劳累的 你不会给你带来 任何的真正的荣耀 富贵 甚至连地上的物产 都不会丰富的 这就是我们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为什么我们说北美 原来到美国来的 他们这些清教徒 他们是为了信仰来到出海土地 结果他们为了信仰来努力 他们反而得出了 什么丰富的地产和财富 那些为着黄金去的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他们在那里永远还是第三世界 他们就是带了不同的目的 一个是专奔着财富 却没有财富 一个是为着信仰 财富来了 当然对基督徒的考验就是说 你本初是为着信仰 当财富来了 你不要受诱惑 财富本来是上帝给你的祝福 但是如果你信仰不坚定的话 财富就成为你的咒诅 成为你败坏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在这里 如果让那朽坏的生活 真正的能够成为 我们生命当中做佛的话 我们首先要为那 不朽坏的生活来劳力 要为那成到永生的时候劳力 因为朽坏的生活 也是上帝所造出来 但是上帝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的眼光 只是在朽坏的生活上面 我们就一定 最后是出自于尘土 还归于尘土 一无所有 我们通通归于毁灭 因为人吃那朽坏的食物 人就一定 只吃那朽坏的食物 人一定逃不脱 那被朽坏的命运 人除了那朽坏的食物以外 正像耶稣说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说的一切话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 那永生的食物 在我们当中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为那 成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这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呢 这永生的食物 这个是看不见的 成到永生的食物 不是我们古老传说当中的 所谓的那种 中国人想象当中的 什么仙丹啊 仙果啊 人总是有吃到些 什么仙的东西 人就能够什么 藏身不老了 这是一种想象 但是这是人所来想象的 这种奇妙的东西 不是单就是果 都是看得见 摸着着的东西 让你吃进去 使你长生不老 这个人的这个想象 在人的想象里 就是他的第一个层面 但是上帝给我们 所预备的是 人心所未想到的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的 绝对超乎人所思所想的 就是上帝要把他自己 他的儿子 成为肉身的儿子 赐给我们 成为我们那 成到永远的食物 这是人所不能想象的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 这永生的食物是谁呢 当他说要为永生的食物 劳累的时候 耶稣就说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那就说 永生的时候 只能从耶稣他这儿来 耶稣他自己 就是父神所印证 要给我们的那一位 那么听到这儿 我们还不知道 要从耶稣那里 拿来什么给我们 但我们现在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知道 耶稣是将他的生命 为我们倾倒 他来到世上 就是冲着一个目标 为我们去舍命的 这个才是 我们有了他 就像圣餐礼上定的 我们要吃他的身体 要喝他的血 用饼和杯来代表 这是他给我们所准备的 永生的食物 那么 当耶稣说 要为他沉到永生的食物 劳累的时候 那些犹太人还是不明白 我们要为沉到永生的食物 劳累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劳累 那么这个劳累 不是为我们自己了 那就是为什么 在上帝的心意下面 要做你上帝的功 所以呢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出来了 众人就怎么问耶稣呢 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行什么 才算做神的功 我们当行什么 才算做神的功 这里面神的功 不是神自己要做的功 乃是神要 他的百姓所做的功 神的功 在这里的意思是 神要我们 作为他的儿女和百姓 为他能做什么 就像我们孩子长大了 稍微懂事点了 小的问这句话 爸爸妈妈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过去只是想受 爸爸妈妈为我们准备的 而且从来没觉得 自己要为爸爸妈妈做什么 是不是啊 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想到 总是觉得爸爸妈妈 他是啃老 最后他不是养老 父母老了是供他啃的 不是来他养的 对不对啊 那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 因为我们罪人嘛 我们常常是想自己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来孝敬父母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个时候 被耶稣一说呢 众人不好意思了 对呀 我们老是找着耶稣 昨天晚上吃的还不够 今天要找着他 还要请他再吃下饼来 都是请你为我们准备 那么 我们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们能够为神做些什么呢 如果说 我们今天的标题就是说 当如何做神的功 是不是啊 当如何做神的功 如果平时我们来问 我说你当如何做神的功呢 你能一下回答出这个问题吗 当如何做神的功 哎呀 做神的功啊 哎哟 马上就想了具体怎么做 你能够把这段经文拿出来 就是说 繁琐型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这也是做神的功 对不对 可是这里的具体教导太多了 对不对 你要行善啊 你要有爱啊 各方面的事情多了 你都是做神的功 对不对 但是这句话 当如何做神的功 你要知道 这是什么圣经里给你回答的 当如何做神的功 你马上想出 这句话 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当如何做神的功的 如果没有这句话 所有的功 做了也是白做 因为你不可能做 你也无法做 你也做不了 这句话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了 当如何做神的功 你要问当吗 你要问我们如何做吗 这问题不问 问要比不问好 对不对啊 但是我们问的时候 我们常常也是基于无知在问 就能 一个少年妇人 她来问耶稣 我当做什么 才能够承受永生 还记得吗 这个少年妇人 她是少年人 不错了 少年人 现在很多人吃喝玩乐 从少年人的情欲去了 但是她还想到 虽然还年纪轻轻 就想到永生了 但不是我日市上日子 还有得过呢 等到我老了才想 我到哪里去 还算不错吧 她还不错 她虽然富了 但是她不是以富为 最后的目标 她还想什么 希望永生 她更不错的是 她喜欢 落实在行动上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 看你是不是落实在行动上 这就是说 我做什么 我当行什么 我当做什么 才能承受永生 结果听了这样的话 我们本来说 这样的人真难找 又关心永生 又想活错一项 向往永生的条件来 可是耶稣马上不卖账 你又根本不理解 你干嘛称为是 良善的父子呢 因为他说良善的父子 没有良善的父子 你叫我父子 又怎么称为良善呢 形容词和名词的搭配就错了 所以这里面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只有神是良善 出生以外再也没有良善 你认识这一点吗 如果你不认识这一点 你问我这个问题 本身就不良善 因为你不是良善的 你问不出来良善的问题 也不会为良善的目的来问的吧 所以这个问题很可惜 在耶稣这里面 这个问题叫做 不自量力 因为永生 不是靠人能够自己做出来的 人到底做什么 怎么可以承受永生 这是罪人永远不懂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靠自己 做些什么努力 我们就可以达到 尽了永生的条件的话 那么 从神来的救恩 是根本不需要的 根本不需要有救主 甚至根本不需要有圣经 根本不需要有上帝的百姓 根本不需要有拣选 什么都不需要了 对不对 因为你人本身有天然 有这个本领 但是根本的问题 人都是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中 没有一个人 有能力 能够自己为自己来什么 来赞得永生 自己做什么来换取永生 这个换取 你不可能 不是说上帝说 你进天国 进神的国 没有条件 条件是有的 绝对是有条件的 只是这个条件 没有人能够完成 因为这个条件 在罪人里面真的是 不是渴望而不可结 乃是你人忘都忘不到 想都想不到 因为上帝是至善的 全然的公义 全然的圣洁 你要进神的国度吗 你要进入到 全然的光明和圣洁当中来吗 你必须是一尘不染 你活在熟悉 任何一个人都知道 起码不信神的人也知道 人无什么玩人 尽无足策 没有哪一个人是perfect的 这不需要跟任何人去争论 不信神的人也知道 人都是有缺点的 随时玩人 没有玩人 能够做闲人就不错了 有几个闲人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 人根本不可能完成 这个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根本就不能完成 这功的 你还要问 我们当做什么能完成 你神要我们做的功吗 靠自己 上帝所做的 人都败坏了 一样也不符神的意 你做的全然都是败坏的 人如果不与上帝 连结 不在神里面 所做的 尽都是罪 这一点知不知道吗 你说不是吧 我知道至少人还有好坏之分的 不错 在人的眼光中 有相对好坏之分 人的人 有的人比较诚实 有的人更加无耻 有的人还有点良心发现 有的人根本是残暴到一种 你认为他是白皮的一张人皮的人 这方面的相对的差异 你在人里面是可以看见的 不过请注意 这是人的相对比较 在上帝的绝对的圣洁当中 神看我们都败坏了 完全是偏心几路 没有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上帝怎么靠着 你们能够做什么事情 能够进他的国度呢 你做得再完善 在人里面是完善的 上帝里面连不及格都说 你是什么 过分的是给你什么 保奖了 你根本就无法进入上帝 给你认到一道题目的去做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怎么来到永生当中 与神连结呢 上帝已经预备好了 在基督里给你的 因为一切地进天国的条件 在基督里完成的 是基督他行出绝对的义 行出绝对的上 使我们能够靠着他 来到神的国度里 靠着他与神联合 不是靠着他的完全的意 和完全的圣洁的话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 自己的成绩担当进去的 这就是救恩啊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真的在自己的意义上面 靠着自己给上帝做任何一个工作 我们所做的都是羞辱了 亏去了上帝的名 这就是我今天 我们在这里要把这个福音 要讲得很清楚 神绝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 无论人靠自己做成什么 只要是靠自己的 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罪 所以人要做神的功 只有那么一件 你要做吗 你只可以做一件 这一件不做 其他都不能做 你这件做了 其他的都能够在这根基上被建立起来做 这一件就是耶稣所说的 怎么说 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哇 你必须做这件事情 信 在信事上面 信心上下功夫 这就是最难 也是最不容易的功 而这个功本身只能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做 你是不能做的 而你能够做的 就是在上帝的恩典里来信他 信靠他 如果你能够信靠住了 你就开始有了可以为神做功的一点资格 你如果不借助信靠他 你是出自于你自己 你根本不要谈任何可以为神所做的功 所以说当如何做神的功 第一个基本问题的回答的话 你先回答 信神所拆来了 这就是做神的功 这是谁说的 耶稣说的 就是回答这问题 你不要绕开一个性质 你不要不在性质上下功夫 如果你不在性质上下功夫的话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表面 上帝都不承认 所以在英语里说 The work of God is this to believe in the one He has sent 你必须相信那位父神所拆来的那一位 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 是我们信仰的alpha起点 也是我们信仰的omega它的完全 一切救恩的奥秘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是中心 五个围堵 围堵耶稣基督是中心 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救恩的中心 上帝启示的中心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有一条 必须知道 整本圣经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 都是来谈论 我们如何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 他为我们做了什么 也就是保罗 他可以在哥林多 那个希腊文化充满的教会里面 希腊人最注重人的智慧 他希望保罗谈图 能够符合希腊人的要求和标准的时候 旁征不隐 保罗就怎么说呢 我在那里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什么 并他定十字架 就讲到了这个中心 你要知道耶稣是谁 他为我们做了什么 就是只知道耶稣并他定十字架 所以这就是神要我们这一生 也是在世上所做最大的功 这个功不容易做 是要一生的功夫去做的 首先就是要完全地相信耶稣 是父神所拆来的他的独生的爱子 是从神出来的真神 是从光里出来的真光 是神的羔羊 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受死流血 我们因着信他而得救 在这方面要坚定不移 这里面的所有这种说法的条件 一个都不能漏 你要一定要信在这个份上面 就像我们的信仰告白 我们在信仰的信仰告白里面 一定要讲 我们要信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做了赎罪的功的人 而不是简单地说一下 一定是为我们自己的罪 赎罪功 所以一定要讲得很清楚 高清版地把我们的信仰表达出来 这个是我真正地能够来到上帝面前 能够有资格向他开口说话 能够向他开口祷告 能够听他话语 得他祝福的一个根本条件 如果没有这个根本的话 我根本不是一个重生的人 我不是重生的人 我所做的 其实只是任何都是表面现象 就像把一个塑料花 插在一个花虫里面的 看起来也是塑料 但是它跟花没有生命的关系 一个假树枝拆在一个上面 旁边的树又枯萎了 它都不枯萎 后来发现了 原来它是一块绿的塑料 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是没办法的 因为它没有在里面 有着生命的交流 这是首先 其次 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 有人说 我信啊 我信啊 你是刚刚说的 我百分之百同意 你真的吗 那下面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你真的认为 耶稣基督是你的全部 你是靠着他来活的吗 他就是你的主 你靠着他活 你就必须为着他而活 你说我可以靠着他活 但我不要为着他活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基督徒都希望讲 我靠着他活 对啊 我们也为谢饭祷告啊 上帝赐粮是什么 然后谢好饭了 上帝供应我这一切需要 我从他哪里拿的需要来活 活着什么 活着自己的命啊 你是靠着他来活 你就要为着他来活 我们靠着神来到这世上 靠着神活在这世上 真正的义回归的话 真正的成回归的话 你就不能忘恩负义 因为上帝造我们 是为着他的名造的 真正的价值重点 是上帝他自己的荣耀 不是我们人 有离开上帝以外的 其他的价值 上帝 则的上帝为我们付出 上帝一切的付出 是以他的名 以他的义和 以他最高荣耀为目标的 这个问题也要搞清楚 上帝是他的绝对 所以我们常常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对人可以要求 你就为我吧 一切都为我付出吧 你可以为我这样 我靠着你 你给我好处 但是我 你这样子养我 供我 我可以做别的事 我都不一定要 全部为你而活 对吧 从人的角度上面 是可以这样想的 有人为你准备一切 服务一切 牺牲一切 对不对 除非他想清楚 如果他这样做 你是他的偶像的话 你是很可悲 你是活在拜偶像里面 如果是因作亲情 你一样为他做了一切 牺牲了一切 是希望他能够 跪在主里面 那你所做的这些 都是为主做 首先我们里面的意念 要明白 我们心里面的心思 要明白 所以第二条就是来了 我们既然靠着神活 靠着主能够得救的话 我们就要为他活了 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 而且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是生命的王 除非我们能真正地跟随 耶稣 顺服主在一切事上的带领 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 耶稣说 我不能做什么 凡父所做 就是我做的 耶稣他自己做个榜样 对不对 我来到世上 对不对 我只看父所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就给我们做一个榜样 我们所做的 都是上帝的心意 在我们里面运行而做的 我们才真正 做在上帝的功里面 如果我们不是为做 所有是靠着他做的 而且是行在他命令下面做的 我们所做的都是犯罪 所以一定要记住耶稣话 不是说凡是称我主啊主啊的 都能进天国 只有遵行我父旨意的 才能进去 我父旨意 我父旨意 最大旨意什么 就是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从这个方面下功夫吧 使我们真的 我们的生命的指引 使我们神的化成我们 路上的光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给我们方向 脚前的灯 给我们每一步的 我们如何走 我们恐惧战尽地 做成得救的功夫 就是每时每刻我们活着 为主而活 你为主而活 就是因为世界在争战 就是与罪在争战 你哪一刻不争战了 你哪一刻就没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就表示 你投入这场与罪的争战当中 靠神来得胜 否定救人 穿上新人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救我 老我 救人里面的吸信 凡是不在神里面的 原来信主以前那些 渐渐 壮壮渐渐地 放在神的话语的光中对照 和我过去的习惯性的思维 我这种思维磨色 我随口而戳的 很多都是借着 我过去生活的经验 经历 理性 其实真正一风险 经不起圣经的话语的光照和考验 这个问题很大 不容易 所以只有靠着神 顺服主在世上的一切的带领 很多时候我跟神是祷告 我也跟神求告 你求告祷告 原来都是为了吃饼得饱的 都是为了你自己在这个家庭 你自己的孩子 你的婚姻 你的工作 你的学习 你的事业 你为这个事情 是向神祷告 不是说上帝 我们不能为这些事向神祷告 我们当然是要把这些事 都交在神的手中 但是交到神的手中 最主要的不是求神啊 让我这些事情上 都尽度顺利 以致在世人面前 让他们都羡慕 不是的 就是把这些事情都交在神上 唯恐在这些事情上面 因自己还仍然是爱世界 仍然是因着肉体 而跌倒和软弱 你把这样的事情 交在神的手中 对吧 你如果做房地产的话 你就说 神啊 你让我把这个房子卖掉 把那个房子卖掉 让我多多的 反我经手都很 买进来很低的 买出去很高的 让我能够这样子做 是不是这样子呢 而且我一经手都能卖掉 你是这样向神祷告吗 那这样向神祷告就危险了 你要向神祷告 我做这个诱惑很大 因为我做这个 常常时间是没有限制的 那么时间看起来就是金钱 在这个情况下面 主你要牢牢地守住 让我怎么样啊 有吃有穿就当自主 我不会在这上面 要了还要 防止我有颗贪婪的心 那这也是在做这方面 做祷告啊 我随便举个房地产 理财也是一样 你买什么专门的商品 或者你做什么工啊 看起来你的钱就 时间就跟金钱 可以直接有联系的 对不对 那你说我是做一份公司的工作 是固定薪水 那你祷告也不是说 让我上次不断地提拔我 让我能够做得少 拿得多 也不是这样祷告的 对不对 祷告当中就是要神 警贴我是不是在这里面 有爱世界 超过爱你的心 这样子我就有祸了 神你爱我的话 你一定要管教我 你一定要把我在危险的时候 拉回来 你要当心 让我在这方面 一定要是给你的 在和你相处的时间里面 看得见的 就是来读经 祷告 聚会 分享和弟兄姐妹 侍奉 这些事情都不能少 而且还要我 继续在做那 为何喜怀的时候 劳力的时候 让我看到 我真是从你这儿而出来的 为什么 我同样做生意 我绝对不欺骗 我有的时候 我发现错了 我宁可承担审视 我也不让客户受 那些不必要的审视 是因为我自己的犯错 造成的错误 我宁可自己 自己审视 也不让客户受 莫名其妙审视 当然 除了合理的利润除外 本来商业就是有 有相当的 一个合理的利润 但是我不会在外面 再去坑人 我不会任意抬高价钱 我不会一次充好 我会把不好的 说成是好的 我不会有意义 只要我错失 我误导 不客 我不可能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方面 也是祷告 但是你这样做的话 你就是什么 你其实不是在 为那朽坏的时候 在做工 你是为那不朽坏的时候 在做工 因为你注入了上帝 他旨意当中 他喜乐你的事 你把他放在 你的生命当中 这才是真正的 为神所做工 所以 信神所拆了 这就是做神的工 不容易 你这个信 是要在你的生命当中 体现出来的 你这信 不是一次性的 动作性完成 我救过志 我受过喜 我曾经有一次 为罪还痛快过了 有一次我听到 挺有感受的 你就永远以这个 作为一个标记 作为我肯定是 活在足里吧 不是的 活在足里是 你必须 常常就像一棵葡萄树 常常系在葡萄树上 你就像一棵树 请注意 我现在顺便讲 我们现在 成岛会开始了 新的能 开端了 我们也是从什么 从诗篇开始 昨天第一课 第一个分享是我带的 就特别提到 我们如何像一棵树 能够栽在溪水旁 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就是表示你意思怎么样 完完全全地 就靠着溪水来成长了 你不是一棵活动的树架 不是盆栽 一来一去的 你是紧紧地 靠着那个溪水旁 不断从溪水当中 所以你可以按时候 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萎 你是像 你所有的一切 都是靠着溪水 没有这个溪水 树就完了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说 我们如何来做神的功呢 我们要做功 首先要与主联合 所有能够做的一切 都是从神而来的 我的心思意念 被神怎么样 洁净过 我做的时候就知道 这不是为我 乃是为主做 这是凭信心来做 做的过程当中 也不是靠自己的才能 那是靠神的恩典 和保守在做 做的结果 拿出来绝对不是来自夸的 是荣耀归于神的 从动机过程到结果 都是由神保守的话 这叫做在神眼中的什么 善事 如果这三款当中缺了一款 都不那么善 而这个要我们 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 是让我们能够来行善的 不错 这个行善 什么叫做善行呢 所有的善行 都是信心成就的功夫 不要忘记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 我们说信神所差的 就是做神的功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 把自己的所思所想 讲的每一句话 包括我的舌头 是不是被勒住了 就是所谓被勒住 就是常常让我不能随心所悦 不能随心所悦的说话 是很痛苦的 要管好自己的嘴唇 是不是要管好自己的舌头 因为为什么 想到自己是个罪人 在自己的血气里 在自己的肉体里 常常会发作的 所以我们要管好 但管好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开口不说 该说话的时候要说 刚强壮胆地为主说话 不是讨人的喜悦 乃是讨神的喜悦 要我们用这样的心来过好 来面对我在面前 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的一切的相处 我才能够在 与神去交账的时候 不至于感到羞愧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 该说的话不说 我们怕了 怕人 就说明我们信心不够 我们在神的爱上面不够 因为在爱里是没有恐惧的 如果我们还有恐惧 就是我们怎么 我们的爱还不完全 所以在所有的各方面 我们的起初的信心 完全是跟起初的爱心 连在一起的 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信心缺乏的时候 我们就表明 我们不能真的 完全地来爱主 因为是没有达到 这样的信心 我们常常会被周围的 使光景周围的人事 和周围的情况所左右 我不能活作一个 能够超脱的 所谓的在地如天的 那个基督徒的 在他里面的 单单在他里面的 那种平安喜乐和盼望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来做 跟上帝的公司 一点一分一秒 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到这里 都是从信神所拆来的 公开死的 所以这时候呢 犹太人说 他们又说 你行什么神节 叫我们看见 叫我们看见了 就信你 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哇 昨天晚上刚刚吃了 这个什么 加利利的鱼仙大餐 你现在就忘记了 居然就忘记了 你做了什么事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 对不对 他们说你行了什么神节 刚刚两件神节行好了 一个就是无饼二鱼的神节 一个就是走过什么 海面上行走神节 还说你行了什么神节 不服气啊 因为犹太人一听就不高兴了 凭什么 你就叫我们来信你 你有什么合信的 人就是这么不服气 你给我们吃点饼 我们当然可以谢谢你 如果你不给我们吃饼了 我们当场就抛弃你 你就跟我们 就是一个实用利用价值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还要信 我们信吗 那你继续给我们行神节 不断地keep 你要给我们的供应 到底做什么事呢 然后呢 他就说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 如经上写着说 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我还不错 他们还能够想去一句经文 其实这里面经文有好几句 从尼西米苏也有 当然从初埃及记本很久有 特别四篇 七十八篇 二十四节里面 特别说过那句话 那里面说到 耶和华神 将玛纳向鱼给他们吃 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 所以他们还引用了一句经文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意思是说 你不过只是什么 做了一件事 给我们吃了一回饼 一次鱼 是不是 也不过喂饱了五千人 可是呢 我们当年呢 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 就可以毁忧我们了 不放糊弄过去 我们可是长见识的 我们的祖宗 在矿业当中吃了多少年 玛纳 四十年了 那时候 玛纳降下来 喂饱可不是什么 两万人 而是什么 二百万 别忘了 也不是一顿 而是什么 每周都有什么 六热给我们降 当然有一热 安息热不降 但是都是给我们 每顿都吃得到的 已经降了多少年 四十年了 我们是开国眼界的民族 以色列人 不是世上一般人 所以你这一点东西 跟我们的祖上的功夫相比 还差了那么一截子 所以他就说 我们的祖宗 搬出祖宗来了 如果是外邦人 还被你吓倒了 以为多大本事 可是我们是开国眼的人 结果耶稣怎么说 三十二集 耶稣说 我实实在这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 将天上来的真粮 是赐给你们的 因为神的粮 就是从那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那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 请注意 这些犹太人 也没说是摩西 但是耶稣是话什么 说话听音 如果听声 一听就知道了 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宗 怎么怎么 祖宗里最大的是谁 摩西 他们认为自己是摩西的信徒 所以他们把摩西 就搬在他们面前 所以耶稣 我实在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 那摩西当然没有这个本事 摩西不过只是人 对不对 那是谁赐的呢 当然了 从天上来的粮 是我父从天上来的真粮 赐给你们 是借着这个 玛纳不错 是耶和华神赐给他们的 上帝把这二百万人 带到旷野里面 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件事情 是让犹太人 要感到自己 什么力量都使不上了 尽管原来在埃及为怒之地 靠做点苦工 还能得点粮食 对不对 虽然苦 还回去冲点葱 冲点浆 自己找点东西 还可以烧点东西吃吃 可一到旷野里 什么责物都没有 什么水都没有 这时候完全人就变成 完全没有能力了 所有的一切都必须 依赖耶和华 这就是上帝看 当把你又没有能力 你连吃的每顿饭 都要依赖耶和华的时候 就告诉你 是谁养活了以色列的 整整一代人 还不就是上帝吗 上帝把我们间接的 加工的技术都拿掉了 就直接从天上加玛纳 给人吃 就显出我们活着是靠着神 完全是神的供应 你靠着神来供应 却是怎么样呢 不想做神 让我们做的供 所以在旷野里面 你们尽是什么 埋怨 所以上帝说 我厌倦了他们的埋怨 所以他们当中 让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中 因为这些倒闭的 他们都是什么 因着不信 因着不信 才开始埋怨 他根本不知道 上帝在这时候 把他们带到旷野当中 要失恋 失恋他们一颗 信靠神的心 让他们艰难当水 困苦当饼 用这种方法来磨练他们 你说上帝那个时候 在旷野里面 凭他的能力 每次给他们 摆上满汉大血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上帝有这个本事吗 所有都可以 当他们远吃不到肉的时候 上帝曾经让 所有的什么 鞍豚 全部飞过来了 结果他们吃得开心 当他们吃得开心 肉还在牙缝当中 还没有开始什么 腐烂的时候 上帝的怒气就发作了 就把他这些 爱贪吃的人 都溢溢的 就杀死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 不体贴神的心 他们只是为了肉体而活 上帝不准备 把他们带到旷野里面 用好饭好酒 去招待他们 让他们 就像享受 梁山英雄的那种 最后的理想 叫什么 大碗喝酒 大块什么 吃肉 哇 中国的祖宗 最好的好汉 最高的理想 不过如此 我们想想 我们人活在 多少多少凄惨的 悲惨的这种光景当中 我们都不自知 所以在这个地方 犹太人也是一样 他就想吃好 穿好 既然你把我带了 一切都由你负责 所以在这里面 马拉的确是向以色列明 预示了上帝的眷顾 也告诉我们 完全是上帝养活了他们 但是上帝是按照他的心 养活 不是浇灌我们 顺着我们的肉体的情乐 来让我们来做的这件事情 所以才有 旷野里生命这句话 生命寄中这句话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后来以色列明这些人 死掉的人 倒闭的人 从来不是因为 马拉没有吃饱 饿了肚子去死的 是带着他们 完全胃里藏着 满满的马拉去死的 为什么 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 他们以为他活着 就靠那马拉 马拉不能使他们 真的活着 因为马拉是要朽坏的 所以真正的粮 是什么呢 所以是靠神口里 所说的一切的话 而这话语的道 已经成了肉身 来到了世上了 是神为着他的儿女 这种永生 所预备的真正的粮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 他们竟然还不认识 所以这才是一个 真正的 我们说瞎眼 所以犹太人 在这里的瞎眼 也是我们的瞎眼 他们口哽声说 他们是判着耶和华的 但耶和华成了 道成肉身 来到他们面前 他们不要 一个个都像 夜空号龙一样的 就像我们基督徒 我们说 我们恳求主的同在 但是突然想了 主马就来了 大概我们当中 有一大半人 马上脸色沙白 我不知道怎么去赢就好了 为什么呢 自己就得很多亏欠 自己没好好信靠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一定要试 你是不是预备好了 是不是预备好了 如果人得不着耶稣 就吃不到那 吃生命的粮 因为不认识耶稣 是谁的话 那个生活当中 也是不需要那个粮的 你根本没有那个胃口 今天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听到当中 真有胃口听到 你真的听到的是 全神贯主 你是用心来听到的话 我为你献上感谢 因为你看此为宝贵 你这是上帝 给他的百姓所预备的 而上帝的仆人 最大的忠心良善 将来要向神教授 是不是能够安时分粮 这个所谓 神预备的讲坛 在上帝自己的教会 的殿堂里面 要把神的话宣讲出来 这个是上帝 所赐给我们基督徒的 生命当中 那重要的得粮的那一刻 是不是让我们头脑里 多一层圣经知识而已 不是的 是让他化为我们心灵中的感动 我们在神话语的光照 一定要拿跟自己 原来的光景来做对照 而且要活在上帝的恩典联名 和他的保守下面 求神给我们能力 使我感到过去 我所做的不亏欠 感到羞愧 然后我为我自己的不爱主 自己常常的软弱 感到羞愧 所以我没有很好的 做好那信心的功夫 所以神 怜悯我们 不是让我们听一次道 让我们不断地听 不断地得粮 使我们里面 终于 虽然是缓慢的 但是终于 接出了那义的果子来了 使我们的生命 终于发生变化了 你是不是往这个道上 在预备和准备 这个就是真正的 宝贵的地方 所以耶稣在这里 要告诉我们 他最后讲 因为神的粮 就是能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要得这个粮吗 必须认识 这个粮是什么 就必须认识耶稣 不认识耶稣的话 你根本就吃不到这粮 不配得这粮 这粮是上帝的恩典怜悯 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一定要在心里 神知道我们每个人内心 我们人可以在人面前 做样子 在上帝面前 我们不能做样子 我们是怎样 就怎样 所以神 求神在这里 饶恕我们 让我们的 我们的信用堂的弟兄姐妹 就觉得 要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 我们今天是有福的 被招在这儿 而且不但今天来听神道 而且为了教会的建造 一起在里面参与 这是何等 何等何等美善的事情 是何等何等有福的事 这就是我们 今天会员大会要做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的总结就是 最后我们要欣赏感恩 我们基督徒是有福的 我们虽然在世上的光景 看起来有的时候 比非信徒还要艰难 每个人都处在 自己不同的艰难当中 但是我们记忆认识的 成到永远的粮 就是耶稣他自己 我们就要在信心的接受上面 依靠上帝话语的上面 下功夫了 至少我们知道我们下功夫 用力为那成到永生的 使我劳力的方向 和如何劳力 你怎样摆上你的时间 精力 心思 意念 摆在这上面 不要跟上帝撒遍而过 你要劳力 你读神的话语 我告诉大家 你要读神的话语 要威胁耶和华的律法 周夜思想 那人变为有佛 很多人读是读 却不周夜思想 没有meditation 你一定要好好 把神的话语 好好在里面目想 这里面 你应用着你目想 每次神的话语 读的时候 求神告诉我们 你要在这句话里 到底告诉我什么 千万不要以为 我看了这个字 我听了这话 我就理解了 远远不够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 有和谦卑的心的话 神会借助这个 不断地提醒我们 我的旨意是这个 你不可偏左 也不可偏右 真正的一条小路 是在中间 而多数人是找不到的 很多人找不到这小宅门 很多人进了宅门以后 又不想走那小路 就进去宅门 又退出来了 又回到世界上去混了 宅门里面的 要静生的 到神的殿里面去 是一条小路 你必须在那里 把自己的旨意放下 来到神的旨意里面去 才说你在这个 信那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功 在这个功上下的功夫了 如何放下自己 如何来顺服耶稣基督 在祂的话语里面 所以在这里 做神的功 就是要从认识 耶稣是谁开始 信心的操练 是每天与主同行 每天与主同行的功课 不可缺乏 你不可一天 不听到神的话语 你不可一天 不去翻开圣经 你不可一天不向神 开口祷告 这是一个标志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用打发的心态 我自己良心 我总算今天读了 我今天祷告了 可以向神交账了 不是 我要在这个 每天与主同行当中 真正地问自己 到底从这个 与主同行的操练中 得到了什么 我们的信心操练 每天与主同行 我们的所思所想 是否真的是请主帮助归正了 你一定要不断地发现 你在被神不断地归正中 如果你觉得没有归正 不需要归正 你自己本来就很好了 那我们就自欺 我们就真的是 没有一处同行 所以我们与对世界 和主的界限 是否分得清 作为基督徒 我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最大的警醒当何在 最大的征战是什么 我在上帝面前 应该应尽的本分是什么 我的所思所想 所行所说 所做所为 都是照主的旨意去行吗 我最大的喜乐 最大的生命的满足 最大的这种盼望 是不是从主而来 还是借助世界而来 这个我们要在主面前 不断地被他来捷径 被他来归正 而主的全被完整的旨意 我到底知道有多少 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很多人说 我倒是想照主的旨意做 但是主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这个功夫要下 很多人很少下这个功夫 就是没有真正的 好好读经 听道 好好地来把圣经 全被地弄清楚 所以我们说 我们要有开这个课 如何读懂圣经 要读懂圣经 我们现在开了第八课 还有很多呢 里面有很多了 五大的前提 两大进入 六大原则 我们很多人都不清楚 我们很多人做基督徒都不清楚 更不要说怎么熟练的应用 因为我们这些都不清楚 不应用的话 我们读的时候 永远是一知半解 我们是常常 自己的意识掺在这里面 所以当我们在上帝的话语的旨意当中 不能够读到那种 完全地纯净 甘甜 完完全全地 与世上的这种 所讲的完全地不一样 没有这样子的独特性 和超越性的体会的话 我们可能不可能 就是真的符合在神的话语面前 所以这里面的功夫 我们要下 从认识神 从认识神的话语开始 要认识生命的粮 我们先要开始来怎么样 来吃生命的粮 在吃的过程当中 来更加地来认识它 以致我们能够真的 那从天上降下来吃生命的粮 是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份了 我们就是得福了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保守带领 我们把今天 我们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也把今天 我们将要进行的会员大会 交在你的手中 一切求主你自己的保守和带领 感谢赞美 是奉耶稣基督民求 阿们 我们下一个人的保守带领 我们下一个人的保守带领 我们下一个人的保守带领